大家好,我是宣運,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追落後三招 談談港股情況,今天港股相當反覆 高開後,早段曾經跌過,穿落在26,000點之下 不過其後跌勢就止住了,慢慢掉頭回升 最後收市都會再次錄得升幅 升153點,收26,129點,成交1962億 都捱著2000億成交 今天能夠保住升幅,騰訊又要寄一工 看到升5%到543元 反之,匯豐今天就陀淚的市向下 一度倒跌,主要是匯豐所累 今天跌成4%收市 整個市升幅不能夠擴大的主要原因 整個市的走勢 前景怎麼看呢? 今天市剛才提到,升幅再升幅 成交都不錯,接近2000億保持住 後市是怎麼看呢? 初步看,市好像向上的勢頭 並未太大改變 原因呢,可以從消息面來說 因為其實消息面是一般的 一方面,先看看美股 美股的走勢 向下的美股 昨天跌的原因是,美國的疫情就一般 已經去到超過300萬人確診新冠肺炎 而且很多州份已經 叫停了重開經濟的步伐 不單止美國,香港也是一般的 昨天十多宗了 新增確診,今天再次24宗 很明顯的數字突然間 連續兩天爆升 出現了專家所謂的社區爆發 甚至說第三波疫情正在出來了 整個情況是差的 正因為這樣,香港的地產股 走勢一般的 加上領錢那些 收了股都是不行的 普遍都是走低的 整個市場就一度向下的原因 換言之,疫情方面的消息是差的 加上世衛又說 整個新冠病毒有可能透過空氣傳染 整個形勢令大家非常憂慮 只不過是疫情那麼差 市場不怕 顯示市場對買消息 視若無睹 這個心理方面是正面的 市場的正面 另一方面,第二個消息也是 有報導說 特朗普的團隊 考慮在制裁香港的時候 就港區國安法制裁香港的時候 會將聯繫匯率成為其中一個選項 這個報導雖然說到 有人提出之後 大家並未深入認真討論這件事 換言之 這個選項 對於特朗普當局來說 並未排名很高的選項 換言之 實行的可能性 在這個階段來說 是不高的 只不過 以往 如果市場的氣氛一般 或者市場人心虛脅的話 傳出這樣的消息 就已經足以令港元又跌 港股又大跌 但是你看到了 這個港元就看到了 美元對港元的走勢 仍然就是 窄著 在強方保證的水平 而且今天金管局 已經連續 一次又一次 來接錢 換言之 銀行體系的資金 又會進一步增加 這錢是持續地流入香港 換言之 市場的氣氛 是好的 加上 大摩的情況 大摩今天調高了 中資股 以及港股的 目標價 其中港股 恒生之數 由 基本情景 調高到28000點 之前估計是23000多點 只是一伏 調到28000點 與此同時 最牛看多少 去到33400點 33400點 比起今天 還有兩成多的升幅 潛在的升幅 可謂非常 吸引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整個市的形勢 好像 還未有明顯的轉弱跡漲 只不過 短線來說 恒生之數 其實在這段時間上升了很多 24000點 衝到26000點 只是幾天的時間 衝上去 短線累積升幅大 有可能出現整固 特別是看到 這條藍色的線 藍色的線是甚麼線呢 就是250天線 看到了 升穿 之前的日 大洋燭日升穿之後 昨天就已經回軟了 試了250天線 穿了下去 今天就一直在250天線 拉鋸 高開的時候 是26078高開 今天250天線 就是26081 高開就已經貼回了 250天線 其後雖然跌了 跌到200天線左右 穿了穿之後 又回頭 又上250天線 增持 換言之 短線來說 有可能在250天線這個水平 就盡量整固 短線拉拉 上上下下下 可能在200天至250天線上落 出現整固 整固之後 是怎樣呢 初步看剛才這樣的情況 仍然 向上形勢好像暫時未變 如果有投資者 想追落後 也有直播 當然 追落後 翻一點題 有幾招要留意 畢竟升了很多 要留意什麼呢 老前輩較落 升市 就民跌不民升 如果見到形勢有什麼轉變的時候 就 只責 不然就當它 就繼續升 哪幾招呢 第一招 帶大家看美匯指數 這段時間 其實美匯指數 就持續在低位 美匯指數就是美元弱 低位 美元弱 即是資金 就流入新興市場 如果美元就繼續弱勢的話 大家可以暫且 就當升市仍然可以在資金的支持之下維持著 相反如果美元走回強 就擔心資金再次由新興市場撤回 去回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市場 怎麽為之美元轉弱呢 就看重要的位置就是這個 就是這條下降軌 綠色這條 以致 五十天線 就是紫色這條線 不約而同都在九十八的水平 今天呢 就見到是九十六點九的水平 如果升到九十八 穿了這個下降軌 那就要小心了 第二個要留意的就是 港股以致 上證指數的技術位 會不會穿了重要支持位 令到升勢 出現 一些變數 上證指數是什麽位呢 因為浪其實 上證指數 對港股的推動作用比較大 上證指數 連續五天成交過萬億 成為中資股上升的重要動力 以致港股氣氛的 轉好的催化劑 上證指數 最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這個前浪頂 就是3120幾點 以致這個就是上升列口 上升列口 就大概是3200左右 所以大家留意著 3200至3100左右 這個重要位 上證指數穿下去 都是要小心 第二個 說回恆生指數的重要位 就是 剛才說過了 200天 就是其中的重要位 大概在 今天 就是25800 正在坐 穿了就是一個 要提防先 但是 未至於很大問題 但是如果穿上這個 綠色箭嘴指 這個就是前浪頂的支持 之前是阻力來的 升穿變支持 25300左右 如果穿下去 大家就要小心 這個調整可能會比較深一點 到時就要 倒閉一下 第三 追落後之餘 都要選 股份 剛才提過了 一些香港經濟股 以至 傳統經濟股 走勢 一般 特別是香港經濟股 走勢特別弱 這就是新鴻基地產 明顯 距離210天線 還是好一段距離 叫做近了少少就掉頭下去了 走勢是一般的 只要匯豐更淒涼 一路跌 今天 再跌4% 一直在低位 掙扎 走勢是一般的 傳統經濟股 特別是香港經濟股 不要 撐住了 撐住什麼呢 反而撐住國企股 就有一點 雖然國企股裏面 都有不少 傳統經濟股 但是起碼國企指數 你看到整個走勢 是強很多的 現在 仍然 穩企210天線之上 而且 這個前浪頂的支持 都是比較遠的 所以國企指數 是其中一個 可以追的 而當中 尤其 保險 類股份 內險股 可以提高一線 因為 剛才提過 上陣指數走勢很強 上陣指數 內地股市走勢強 對內險股 是有利的 所以大家 追來有時候 要好選擇性 選擇性 內險股 是其中 大家可以考慮的辦法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各位兒 拜拜 Kan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